嗨大家好,我是San 我是Syo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 伊德莉 上次呢我們推薦的是H&M的品牌 那底下蠻多人留言說 可能不太實用 就覺得只是美而已 嗯,就的確 因為它是北歐 我覺得它比較適合北歐人的生活習慣 那我們這次要介紹的是日本的品牌伊德莉 相對來說它就蠻適合亞洲人的生活習慣 而且也蠻有實用性的 因為它有很多 比如說收納型的小物啊 或者是比較實用性的小物 就算是抱紙 其實它的質感跟摸起來的舒適度 其實相照H&M來說算是更不錯的 第一個我們要介紹的是拖鞋 這個SHOW GIRL展示得非常完美 好,這次的拖鞋呢 其實我們選的是像那種 有帶灰色跟白色線條的 但我覺得他們這一款 我覺得很值得推薦的就是 就是像是說穿上去之後都不會有味道 因為蠻多拖鞋它的材料 就是布的 或者是亞麻材質的 然後你穿進去之後 我覺得比較適合個人使用 你可能會有腳、汗之類的 還會有味道 但是我覺得這款很棒的是 它可以提供給客人使用 然後辦公室使用 大家互穿很適合 它的材質比較不會黏著腳的味道 這個算是... 應該叫做網顏設計 就是它的鞋臉這個地方 所以它其實算是還算蠻頭鞋的 而且人家沒有味道 我剛剛聞沒有味道 所以我覺得這款拖鞋非常耐用 可以用很持久 因為其實Santa的習慣就是 它之前其實我們工作的時候 它買了至少三雙拖鞋以上 因為我就是洗澡完之後 我還會把... 或洗澡或洗腳完之後 我就會繼續穿那款拖鞋 所以那個拖鞋 如果它還在的話 應該買它很快 就是會很潮濕 然後就會發悶變很臭 對 但這個不會 所以推薦給大家 第二個我們要介紹的就是這個 應該像是宜德里最熱賣的QQ店 很舒服 QQ軟店 它其實特色 我之前好像有看過 也有其他人介紹 它不只一個尺寸 它除了有這種 比較小顆 加上還有更大顆的 因為它藍骨頭 但它的質感是那種軟爛的 它很像那種 非常軟爛的記憶整 它很像麻糬 對 很像麻糬的觸感 所以叫QQ店 然後我們家雅臉 都直接把它坐在屁股底下 就它的實用心的來說 其實做起來屁股也是非常好 它真的非常棒 這款是我這次所有裡面產品最愛的 超舒服 它真的是 你摸下去 你會感覺摸到天堂的感覺 雅臉來介紹 它摸到天堂 真的很舒服 後來也覺得很舒服 是吧 花花 關鍵 對 你看 妳有摸到天堂嗎 沒有 好啦 真的是非常舒服 這款真的還蠻適合 就是上完五歲的時候 可以抱著睡覺的那一種 而且才299 我覺得比抱枕還值得買耶 嗯 真的抱起來超級舒服 好好 OK 但是呢 但是 但是我覺得要建議大家一個點 就是不要把它擺在地上 因為我之前買過一款 然後我就是 長期擺在地上 就是當屁股使用 然後之後就會有一些 絕絕黏在上面 它不像抱枕膽一膽的就掉 它會比較難以清掉 所以就是提醒大家 我覺得它可以當 坐在椅子上的靠枕 嗯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 抱枕 嗯 show girl 可以可以可以 好 請坐 這次在挑椅的一個動作的時候 我們其實也有 挑選一些抱枕的東西 除了剛剛講的那種QQ靠墊的材質之外 它們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材質 像是這種是素色的 它摸起來比較像 綿的感覺 綿麻的感覺 然後它有一個就是 稍微粗一點點的手邊 我覺得像這顆就是真的還蠻日系的風 很適合日系咖啡 對 那除了這種風格之外呢 還蠻意外的是 它們其實有出很多像這種 或西米亞風格的抱枕 塗騰的 很多塗騰的 而且它們的塗騰除了像這種 平面的印刷 加這種那個小流酥之外 它其實像這種 有凸起的 它都是直接編織上去的 像是這個也是 它就是直接 有那個秀上去的 所以其實還蠻出乎我意料 而且我覺得很不錯的是 之前我們買蠻多抱枕套 然後它們可能會透 就是比較會透光 看到裡面的整形標籤 但它們之前都非常的厚實 而且裡面的整形也很硬挺 所以就是收到這個後 我覺得質感非常的好 推推它們家抱枕 那 之前雅邊的房間 好像也是用伊德莉 對 其實之前那個雅邊房間 它包含它的情聚組 它的抱枕 就是一間小屋 其實都是從伊德莉裡面挑選出來的 然後像是它的房間風格的話 我覺得就有點像是 就是一群日本大學生去森林露營的時候 會有的風格 你們懂嗎 好像懂 就是有點抹茶綠 深色抹茶綠 就是深藍色 然後深綠色的感覺 然後伊德莉它們家 其實有出一系列 它的那個風格叫做什麼 奧戸爾 然後它就有點像是去露營的感覺 它會有一些 比如說樹幹的坐墊啊 然後有一些比較森林的圖樣 在他們的那個織品上面 所以都是喜歡這種風格的話 我覺得真的是可以去伊德莉 好好的挖寶看看 接下來要推薦的這個呢 是桌上型小物收藥 終於到我最愛的品項了 那時候收到的時候 我覺得很驚豔 因為它看起來跟質感重量 非常像石木做的 但它其實是鐵皮 而且它很好的是 它的尺寸的話是A4 所以你直接可以把A4 只丟進去 然後它裡面的材質 是很像那種再生 生紙再壓製成的 所以我覺得也很不錯 而且它本人是 真的是蠻有質感的 非常好推的 它其實除了這種 就是三層都是A4之外 它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稍微再大一些 它是小抽屜型的 它是那種 像是你拉開可以放什麼 文具啊 然後總共有兩層跟三層 那個我也很推薦 剛剛還有其他系列 沒錯 其他系列的話 同樣都是桌上型小物收納 這個是另外一個顏色 是深棕色的 那這個的話是 也是那種大家常見的 文件手那些 那一般我們其實很常看到 外面賣的話都是那種 比如說塑膠的啦 或者是紙做的 然後這個有出到做木頭的 同時又不是那種 就是亮亮稠稠的貼皮 我覺得是很難的 這件事 而且喔它的底下它是絨布 所以它不會刮傷桌子 嗯 100分 200分 然後這個也是 這是它的鼻桶 對 然後底下也有絨布 300分 400分 500分 500分 700分 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幫公司 每一個成員都配了一支 很棒 一支嗎 以前分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收納班 這個也是配給工作室每人一個的 就像你去餐廳你會想要把你的包包丟在一個籃子裡 就是這個概念 對 然後那個時候選了藤邊的跟這種麻的款式 他們其實好像還有很多 那另外除了這兩種顏色 這個藤的 這個雙色麻的之外 它們有一個是均綠色 然後它是帆布的款式 我覺得那個也很好看 而且他們的收納空間是夠的 我們現在每個人包包就是直接丟進去 還丟兩個包 對 都放得下 而且他們的紙衣質感上面來說的話 我覺得算蠻牢固的 對 就是不會有什麼脫線啊 有些那種棉麻的質感 是臭的質感 它的藤邊摸起來 比IKEA摸起來還軟 因為IKEA的那些收納來 其實我也去逛過也摸過 我自己覺得啦 我覺得以得利的比較 材質比較輕膚嗎 可以這樣講 就是比較 好難解決 我覺得看那個 也是要看各種不同的款式 但的確這一款有挑過啦 因為它編織的方式跟IKEA那種不太一樣 它們是 妳是從摸起來沒那麼粗粗的感覺 沒有那麼粗粗 比較火花的感覺 不論是我們家宜得利代言的 搭配 我真的覺得宜得利的商品 真的質感是好 我覺得我們可以交換位子的 沒關係我真的 它是大愛宜得利的用者 完全愛 我覺得宜得利的東西是真的品質 我喜歡的 很棒 我覺得這個我一定要往後介紹 一定會有人懂我 我跟你講它很適合在鳳果炸貨店 對 我覺得它整體款式就是 你單看你不懂它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是一個很普通的時鐘 但其實你看 因為它的配色是它有紅色跟黑色 它整體就是紅色黑色白色 那它除了一般的時鐘之外 它還有就是 這個是溫度計 然後這個是 我記得是溼度計嗎 溫度計 你就可以知道你現在冷氣排多少 現在多少 現在冷氣喔 附近上的東西也有 大約是25度左右 反正我就是很喜歡它 很棒 很棒 等一下說它介紹完的 我們一定懂 因為它的 它時鐘大小其實就是一般大小 可是我覺得就像剛剛山上 它真的很適合拿來 掛在就是有點髒的感覺 我真心 誠心建議大家去買 這是我本次最愛的 我想要把它刷仿舊 不要愛一下 泡泡不行 不行它就是要黑色的 可是它就像黑色 你可以再買一個袋的水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 工作椅 我好暈喔 啊 先這樣暈這款工作椅 我自己覺得它真的是還蠻不錯的 它這邊是有透氣的那種 然後它整體的弧度 我覺得都非常符合人體工學 當然工作椅這就是最基本需求 重點 重點是這裡 這邊 它又可以放腳的 超適合鴨鞭 鴨鞭最喜歡就是 它可以坐在上面睡覺 對 把腳翹起來 因為其實我們兩個都不是特別愛買工作椅的人 就是對我們來說 我們就會想要買一個 當初還想要選一個皮革用的那種 咖啡色咖啡廳的辦公園 然後就被重人打槍 會不會做到屁股長自己 不會喔 那個我也可以做 但對被重人打槍之後 別吵架 對我們就買了這款 然後這款我覺得 其實它跟一般的工作椅 比較起來的話 其實真的在外型上面 我覺得也算是有符合我們的要求啦 因為它不是配銀色的腳 它是整體一整個都是全黑的 然後再加上它的造型 也比一般的沒有那麼厚重 可以看一下 它是薄薄的感覺 細線條的感覺 我覺得就是比較好看的工作椅 重點是我們有時候還速度在上面 所以就是直接睡著 在這張椅子上 不知道選擇 所以真的是很不錯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這款 合適椅 就像那個宜德利我們前面有說 它是一個日系的品牌 所以其實它也有賣很多 合適相關的用具 因為像日本他們在做合適的時候 他們是習慣越靠近地面做 因為他們都是會 就是坐在榻榻米上面 所以他們出了很多像這樣子的合適椅 它是第一道就是坐在地上 然後它的那個 這邊是可以調整它的 弧度 來示範給你們 示範 所以就是可以這樣 這邊把手 超棒 好像看牙喔 超級棒 然後再抬起來 欸 牙蝶 好對不起 它抬起來 而且這邊還有一個功能 這可以動對不對 可以動 超棒的耶 撐著 應該是這樣吧 這個東西我超喜歡 這是牙邊 可能說是本次它最愛的商品 真的 因為我覺得真的 沒有想過有這麼方便的東西 對 壓一下 然後再把它搬回來 而且重點是 因為我們有時候 大家工作累的時候 我們會住在工作室 其實這一個就是一個 去拿來當睡墊 小床墊的感覺 等一下 藍 對 蓋著毯子我就可以睡了 真的 然後我腳都在 再放個藍骨頭 超爽 就是這樣 讚喔 而且它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這款的話 我覺得也是算蠻不同的工作室外型的 坐著看書啊 然後喝咖啡啊 什麼的 休息 我覺得都很適合 我們應該會坐著打遊戲吧 對 接下來到我們的陽台區 最後一個品項 以德利的長凳 對 其實一般在用長凳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把它跟 餐桌搭配一起 就是兩張餐飲配一個長凳 所以這個高度 也是可以直接拿到餐桌去用的 或者是當成就是在門口那邊穿鞋凳 那以我們來說的話就是擺在陽台 把它當成擺飾品的檯面 對 所以當作是盆栽架的感覺 就擺了 我們就直接擺了四顆虎尾藍 然後 其實我覺得也算是另外一種 就是運用長凳的方式 它的顏色蠻漂亮的 我覺得它的顏色很特別 因為我們之前買長凳 大部分會去IKEA買 那IKEA顏色會比較淺一些 所以如果你比較喜歡這種 它算用原木色的的話 可以到宜得利買這個長凳 我覺得它蠻好看的 而且它也算是蠻穩酷的 它來的時候我也覺得質感摸起來 或者是它的就是穩酷 我覺得都算很不錯的 總結一下 這是使用宜得利商品的心得 其實我改觀非常多耶 不過以前有逛過宜得利的經驗 我就逛了一兩圈 最後也沒有買東西 但是這次我收到品項 我都非常在意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 它不像IKEA或H&M 你有那種比較大型的showroom 它就是把商品擺放整形 所以比較不會造成我這種衝動性消費 但事實上它是非常值得挖寶 其實這次也是因為工作室的關係 有跟宜得利合作 我們才真的深入地研究 他們家的商品 那也選購真的蠻多東西的 那如果想要看我們怎麼搭配的話 記得到我們工作室改造影片去看 我覺得宜得利他們家的商品的話 其實整體上來說 在它這樣子的價錢來說 真的是品質算是很不錯 而且很推薦的 再加上它又是日系品牌 所以我相信也是很多人 現在在居家優品上面 一定會想要選購的東西 它的實用性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看我們的牙邊就知道 好可愛 我覺得簡單來說 它就是一個好入手又有質感的日系家具品牌 然後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介紹 其實當初我們在投票 到底要拍攝哪個商品介紹的主題的時候 宜得利竟然是第一例 對 所以我也很想要知道說 到底為什麼你們會這麼做的喜歡宜得利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商品 也是我們這次沒有選購到的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最後就是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們按讚 訂閱我們 並把影片分享出去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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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 cualquier 제발 這樣子